欢迎据收看美术新闻 6月4号7时38分 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 自月球的背面起飞 3000A发动机工作约6分钟之后 成功地将上升器送入到预定的环月轨道 6月2日至3日 嫦娥6号顺利地完成在月球背面 南极埃特肯盆地的智能快速采样 并且按预定的形式将珍贵的月球背面样品 封装在上升器携带的注存装置当中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消息 表取完成之后 嫦娥6号着陆器携带的五星红旗 在月球的背面成功地展开 这是中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立动态展示国旗 后续上升器将会与在环月轨道上 等待的轨道器和返回去组合体 进行月球轨道的交汇对接 并且将月球样品转移到返回器中 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将会环月飞行 等待合适的返回时机进行月地转移 在地球附近返回器将携带月球样品 载入大气城 计划降落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的着陆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